這樣一半就起來了 日前一場午後大雨 造成竹山鎮桂林里中山路 駐加淹水 水深將近70公分 使居民都相當恐慌 为此里长是特别向议员澄清 我们桂林里山区这一带 暴雨产生水患 之前的时候我曾经向县府 提报说要输菌 两三次都是没有结果 说没有危险性 但是呢就下一点大雨 也就造成这么大的灾害 我希望县府单位能 关心到我们桂林里 尤其是他每年的输菌工程 如果每年来做的话 可能会检查到 居民的生命财产的 减傷到最低 议员蔡助级张志明 在灾害后的隔天上午 便立即到现场会刊 呼吁县府做好灾修 在山顶几年里 在鹅仔厨家在郝大鱼 造成我们这个鹅仔厨家 经过这个大排都喝水 所有的水都站在路面 也造成这些乡亲 这些厨家也都喝水 希望说我们政府 或是我们顶公署相关团队 可以针对这个鹅仔厨家 来做一个经历 我们的管政府工部 也第一时间来到现场 在这里也答应说 靠近期间都可以 一脚来把这些投资 可以来做一个手段 只要当年没有输菌 桂林里的虎仔绰息 底部就会淤积不少泥土与杂草 在遇到豪大雨 盐水问题便会一再发生 议员张志明对此也相当关心 包括我们议党 还有我们蔡主义员 都都向上联络 要求管府来做肥坎 马上要求 共的要求 马上紧急来清淤 来解割 那肥坎的结论 我非常感谢我们管府 当然是感谢我的好董事 我们的蔡主义员 还有我们议党 支持之下 我们共同来要求管府 现在大水很多大河很多 不要再造成 我们居住的住坎困 第二就是要求 未来要定期的清淤 第三 我们要求 我们经过的通盘的检讨一下 经勘查后 县府是随即通知厂商 调派大型机具 进行紧急输菌 议长和胜丰 除盘宅修能够完善 往后也能提早位地方 做好各项预防工作 明星雄雄心仪出身采访报导 你这么说 你好 我是王 上这一条 ontag holder 与